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在里根研究所发表演讲 题目是美国的承诺 他指出川普政府已经成功转变对中共的政策 并表示要帮助中国人民推倒网络防火墙 周二 里根研究所成立自由与民主中心 国务卿蓬佩奥应邀言讲 他称赞里根总统对自由民主的倡导 并以实力和坦率态度应对前苏联威胁 今天面对中共挑战 川普总统也在这样做 蓬佩奥指出 川普政府已动员各部门运用所有工具应对中共挑战 他还表示 美国需要帮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信息 推倒网络防火墙 我们的基本努力是 确实中国人们能够通知资讯息 他们需要所有的东西 他们也能够分享这种自由自由 我们能够有机会 我们能够让他们把中国建立这种火锅 能够让中国人们的选择 比较不同的决策 比较他们的现在的领导 蓬佩奥还谈到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全球媒体总署等机构 在捍卫全球自由民主中扮演重要角色 需要给他们提供正确领导者和工具 让他们有能力实现目标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